今天要來開箱跟大家分享一個超貴的耳機線 爆炸貴的耳機線 就是耳機線 沒有任何耳機 就爆炸貴了 這應該是我買過最貴的耳機的東西了 就是 超貴的耳機線 因為我的入耳監聽舊的它的線已經有一點 已經黏黏了 已經老化了 所以我想說 我就打算直接買一條新的 這一條耳機線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它也是杜尾無養童 舊人也是杜尾無養童 那它比較特別是 它的線的編織方式不一樣 就是有什麼四線編織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它寫說比較可以抗電子的干擾 雖然我是沒有遇到什麼電子的干擾 耳機線遇到電子干擾 比較少 通常都是耳扣 如果你是數位輸入的話 DAC 數位輸入的那一條線 還比較容易被干擾 耳機 這個耳機線應該是很難被干擾 反正 它就寫比較抗干擾 還有另外一個特色是 左右聲道的接地是分開來的 這個 我也不知道到底聽不聽出來 反正我們就開箱 然後 就 實際聽聽看到底有什麼差別 來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會讓你們看 有什麼差別 這裡 可以用來做 有什麼差別就行了 我來做 可以用來做 有什麼差別的 可以用來做 來做 各個 好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本产品说明书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本产品说明书和一年保固的保固卡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本 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和一年保固的保固卡 耳机线有一年保固,超神奇 接着就是我们的耳机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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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贵耳机线 你看所以产品包装 你看所以产品包装的细节就不太一样 你看正常的耳机不是都在乱捆嘛 然后把它用那个 你看这个产品包装的细节 你看这个产品包装的细节就不太一样 这正确的绑耳机线的方式 那你平常那种偏移的耳机它就那样子乱捆 然后这样硬把它绑起来 这个是一圈一圈的分开 然后完美的 完美 你看完美它完全没有乱绑操战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线头呢 所以这个线头是 OK所以这个 OK所以这个是3.5mm的 OK所以这里是3.5mm的镀金接头 上面有一个看起来可以转的东西 但应该是没有办法转 就是看起来比较酷炫的一个小小设计 整个线的外面是用 编 这个线的外面材质是用这种 线的编织方式用的 所以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 全部都是油油的 然后不好清洁 就要用久才知道 它是我们的 也要用水 要用水 但是用水 是我们的味道 有水 但是有水 用水 是我们的水 那中间这里应该是电阻的部分吧 我不确定 中间这里应该是有电阻的部分 它盒子外面有些capacitor 比较厉害 但应该就是在这里啦 稍微比较大方块 方块大的一些跟旧的笔 中间这里应该是capacitor 就是电阻的部分吧 电阻 中间这里应该就是capacitor 电阻的部分吧 应该就是在这里 中间这一块应该是电阻的部分吧 就是capacitor 那旧的比较小 旧的可能一咪咪 我也不确定到底旧的有没有 应该是也有啦 只是这么小 大了 新的 大了还蛮多的 好那经过这个capacitor后面分层左右升道的部分 那这个线的材质就跟后面这里不太一样 刚刚前面这里是有点像尼龙绳吧 就是编织的线的外面包起来 经过capacitor就分左右升道 那这个线的材质外面包的材质就不太一样了 原本是这种像编织的材质 然后后面变成一种软软QQ 就普通耳机线的材质 我不确定它的材质到底用什么 因为盒子上面也没有写 这里有那个 固定你的耳机线的 辅助装置 接着就是左右升道的MMCX接头啦 就这样我们就直接来 直接查上去听听看 那我们先从旧的开始听 到底听听看 到底有什么差别 希望是 不要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听听看有什么差别 好那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 OK那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先从旧的开始听 仔细听听看 好那我们就来仔细听听看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用 好那我们就直接 好那我们就仔细 好那我们就仔细来听听看到底 两条 旧的跟新的 那我们就来听听 反正我们就来听听看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旧的是 那我们就来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 我们用 OK那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这个 非常old school的 Walkman 然后可以听 high-res audio的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用这个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 那我用的是这个 Walkman 就是可以听 high-res audio的 装置来听 那就是希望 好那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 Walkman 小小Walkman 来听听看到底 听不听得出来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先从旧的开始 开始 那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到底 听不听得出来有什么差别 那我用的是这个Walkman 然后可以播放 high-res audio 就是 比较 24位元的音讯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到底 听不听得出来有什么差别